今天的香港传真带你来看到 上海黄浦江上漂浮的数以万计的死猪 至今死因沉迷 虽然中共当局强调没有疫情发生 但是香港国际记者联会发表报告披露 中宣部已经下达禁令 要求对死猪报道统一口径 国际记者联就批评中共隐瞒真相 要求开放媒体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代表胡令营披露 上海死猪消息3月5号传出之后 中共官方和当地的媒体都有跟踪报道 虽然他们都重复当局口吻 声称没有疫情发生 即使这样 中宣部依然对死猪话题下达禁令 在3月14日中宣部就下了一个指令 就说到传媒要去再报道这宗生命的时候 只能够依赖官方的传媒 就是这个新马社的一个报道 其他的传媒如果想去做一个独立采访的时候 就不能够了 中共总理李克强刚刚在两会上强调要重视食品安全 但讽刺的是中宣部抢先下达死猪禁令 国际记联批评中共当局仍然钳制新闻自由 要求李克强进行调查解除中宣部的禁令 中宣部只是一个党的一个机构 它不是一个政府的机构 要求他们停止这个阻碍这个信息自由流放的一个权制的手法 你一盖你就不会知道到究竟事件的源头是怎么样 你不能够可以堵截得到 情况就等同大家都已经是铭记在心的这个沙士的事件 国际纪念并呼吁大陆新闻从业园调查真相 捍卫新闻自由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